六十 学士之门并非专学 古文如是 大学义父如是 学士宝库之门户 乃文化知识与社会存在物 及意识之交合分别所得 为例大学之博士 而福解社会物法之职 视为书呆 合成门梁之入耳 社会上有很多人都认为 读完了大学就是有知识的人 或者成为硕士 博士 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大知识分子了 但云高大师认为 博士 硕士也许是一个书呆子 是一个毫无用处的人 因为学士之门并非专学 无论是古文也好 我们当今大学里学的现代科学 文学也好 都是一个道理 任何知识 只要是能真正用之于社会 所以 地义于人类 有益于自我 才能叫真知实践 它包括文化知识与社会实践 即包括待人 处事 街物 事业 科研等等 也就是说 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 再结合自己的思想 互相混合在一起 融会贯通 然后得出来的总和 假使唯一的只是知道书本知识 学校知识 而不了解社会 不懂得万事万物的处理方法 并顺乎逻辑地去处理 而只从书本教条中 去寻找相应实践的方法 那么 他绝对是一个书呆子 这种人是没有任何本事的 也就是说 没有真知实践 没有对学士真正入门 没有启用于学士